不過呢 統一師隊派出了這個守護神了 陳韻文上場來接地投球 這球帶起來到中間方向的飛球 中外野手判斷一下 哎唷 陳潔健稍微往前一下 再往後 的確對中外野手來判斷這個球 真的不好判斷 廖三壞 這一球擠出去打在了右半邊 滿平的喔 這個球最終在警戒區前遭到林安可的接殺 第一個球並沒有做攻擊 風力了一揮 一四二公里被標籤球給掉到 這個球進到了好球代理喔 而馬斯克斯爾巴里尼遭到了三陣 也結束了衛球龍隊呢 在九局下半的最後反攻機會 而這一場的比賽到此告一個段落 由統一師隊最終呢 是以七比三來擊敗了衛全龍隊 收下了比賽的勝利喔 把他們的一個勝場的差距 拉開到一場的勝場差 在今天呢陳永基的拳雷打 然後呢在第三局 統一師隊拿下了四分 那所以說衛全龍隊在七局 攻下了三分的局面 靠著兩發的拳雷打 但最終沒有辦法把分數拉近 那我們恭喜統一師隊 是